大家好,我们已经用了三节课的时间来熟悉第一把位高音弦上的音 同时做了一些节奏练习,更重要的是讲到了声部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要开始练习第四弦 第四弦上有三个音,我们要记住 第一个是空弦 这个音是Re,用五线谱标记的话是下加一尖 再来是Me,在第四弦的第二品我们用中指按住 五线谱上的标记是第一线 再来是Fa 在第四弦的第三品我们用无名指按住 在五线谱上标记是第一尖 好,Re,Me,Fa 这三个音 我们现在来进行第四弦上三个音的节奏练习 好,第一条练习右手可以用大拇指来拨弦 好,准备跟着开始 好,第二条节奏练习 右手可以用IM交替波弦来练习试试看 好,准备开始 我们来练习一种新的节奏 记得我在食谱的课程当中提到过拍子的概念 所谓的拍子就是音乐当中基本的强弱循环关系 比如说四拍子 每小节四拍 那么从第一拍到第四拍的强弱关系 分别是强、弱、次强、弱 三拍子呢就是强、弱、弱 那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从强拍开始 也就是从第一拍开始 有的音乐会从弱拍开始 这种情况我们叫做弱起音符 也叫做弱起拍 比如说像这份普利 好,这份普利的拍号是四四拍 每小节四拍 但是第一小节呢 只有一拍 它是一个不完全的小节 像这种情况我们要倒过来算 它如果只有一拍的话 那么这个音乐是从第四拍开始弹 那我们不能直接进来 比如说 直接进来的话 可能你会把第一个音符当做强拍来处理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学会数预备拍 一小节四拍 一小节四拍从第四拍开始的话 我们心里要先数三个预备拍 然后再进来 比如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样子的话你才不会把强落关期弄混了 好比第二个普利 第二个普利仍然是四四拍的 但是第一个小节呢 只有两拍 它还是一个不完全小节 这是一个弱起拍 那我们要倒过来算 它是从第三拍开始 所以预备拍要数两拍 比如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碰到弱起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学会去数预备拍 这样才能把强落关系弄清楚 好接下来有一首 洛起拍的二重奏练习 请听示范 关于洛起拍呢 我们不能光从普面上去理解 我建议大家平时多留意身边听到的音乐 试着去听出强拍的位置 也就是第一拍在哪里 我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会突然测试一下学生 可能是路边传来的音乐 或者是我们正好讨论到一首歌或者一首乐曲 那我这时就会用手机把这段音乐搜出来给学生听 让学生去抓出第一拍在什么位置 有一次我让一个小朋友边打拍子边唱我们的国歌 也就是英勇军进行曲 结果他是这样唱的 他是 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好 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于是我把乐谱给他看 我说 国歌是洛起拍的 强拍不是在第一个音 国歌是这样唱的 一 二 起来 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OK 好 那这样子 歌词当中语气要强调的字 跟音乐中的强拍位子就刚好对上了 所以对于很多乐理知识 我们不应该只是从字面或者谱面上去理解 更重要的是用我们的听觉去感受 然后再回到乐谱上去印证 今天这节课在结束前 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课程最后再公布答案 好 上一集我们提到了贝多芬 所以想请问大家 贝多芬那首著名的命运交响曲的主题 那个负有动力的四个音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听过 那么请问 这四个音当中 哪一个音是强拍 好 各位思考一下 我们先进行下一个内容的学习 我们再来学习一种新的技术法 也是新的节奏练习 叫做延音线 延音线就是指连接两个具有相同音高的音符之间那条弧线 两个音符必须是相同的音高 那么第一个音符的时间长度 也就是它的时值 就等于是这条延音线上 所连接两个音符的时值总和 所以第二个音符 不用再谈一遍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这份普例 好 这份普例的拍号是四次拍 第一小节是个全音符 也就是四拍的时间 它有一条延音线 延到了下一小节第一拍的四分音符 所以这个音符的时间长度 一共是四拍加一拍 它就变成了五拍的长度 所以当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第一拍进来 一二三四到下一小节第一拍 不用再谈一次 让这个时间延长组五拍 好 我们再看这个普例的第二小节 第二小节的第三拍 有一个二分音符 连接到下一小节第一拍的二分音符 所以这个音符的时间长度 一共变成了两拍加两拍 是四拍的长度 好 最后一个第三小节第四拍的四分音符 有一条延音线 延到最后一个小节第一拍的音符 那么这个音符时间长度就变成了 一拍加一拍 一共是两拍的长度 好 我弹奏一次各位可以看着普例 好听我数拍子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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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清楚吗 好 加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洛起派的练习 请听示范 今天这节课仍然为大家准备了一首独奏的练习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做了一个PIPNPIPN低音弦对高音弦的空弦练习 我们今天要把这个指法应用到这首独奏曲当中 好 我们今天还学了第四弦上的音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份普例 这份普例呢 有两个声部 旋律在低音部 我们先弹一下旋律 用大拇指弹 都是腹干朝下的音符 好 还有一个伴奏音 都是第二弦上的DO 所以我们的食指可以按住不动 当做一个重心 合起来的话就变成是这样子 好 看懂了吗 好 在用大拇指弹奏旋律的同时 I跟M负责弹高音部的伴奏音 所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我数着四拍 各位跟着我一起练 好 准备 一 二 三 四 一 好,公布答案时间到了 请大家看一下这份普利 不好意思,这是贝多芬的手稿 清楚的普利在这边 这四个音的强拍落在最后一个音上 你猜对了吗?它其实是个落起拍 好的,最后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指挥家西蒙拉特尔和柏林爱乐交响乐团合作的 贝多芬C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号第一乐章的片段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